遮罩怎麼做呢? 其實遮罩有幾種方式可以設定 那如果看你要對哪一張做遮罩 那 假設我要對這個主題圖做遮罩 那也可以 這時候呢 我們先看一下設定 然後我們再決定要畫成什麼樣子 那個幾何要畫成什麼樣子 這時候呢我們對這個主題圖按右鍵 Property 遮罩有設定在這個 這個 Brain 裡面 不是Brain 是 Data Frame 不是Brain Data Frame Brain的動作是 那個外框的部分 跟裡面那個沒關係 Data Frame是跟裡面的Map有關係 那接下來就是 我要畫一個 遮罩 那這個遮罩可以由誰來決定呢? 你可以由 Clip to shape 或是其他Data Frame的範圍 來決定 那如果你是選擇Clip to shape的話 你就要指定一個 shape 給他 那這個 shape有可能是 一個 shap file 一個 圖層 或是你自己自訂一個範圍 來做 或者是你 目前顯示的範圍 來做遮罩 那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先取消掉 我們回到這張圖的 這個 Beta View 我們來畫一個遮罩 那一般來講 遮罩是要有一個shap file 一個Polygon 來當 這個遮罩 但是如果你這樣畫太慢 你只是想單純性的一個 遮罩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工具列叫Draw 繪圖工具列 你就按Draw 然後呢 這工具列出來之後 你把它移到 你要的位置 然後呢 你可以畫一個多邊形 裡面有一個 Polygon的工具 讓你畫 那你可以稍微拉遠一點 然後 畫一下這個遮罩 我們學剛剛的那個 投影片上面的 畫一個T形 然後這樣 點兩下 畫一個Graphic在畫面上 畫一個Graphic在畫面上 那接下來 因為這個不是shap file 這不是shap file 所以我要把它轉成 feature 就是shap file 或者是 GeoDiabase的格式 畫好之後呢 記得在 你的DrawingTrobar下面 有一個 Convert the graph to features Convert the graph to features 點下去 我要把剛剛的Polygon 這個我畫了 換成一個圖 圖層 那原本的這個要弄不見 Auto Automatic Delete 自動刪除 這個Graphic 那我先把位置先 調好 我先存在 S 的 State 那 這個Safe的Type你可以選擇 Shap file 然後 檔名就寫 Mask 這樣也可以 然後按Safe 那 入境 檔名 還有你要匯出去的資料都好了 按OK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放到地圖上 說是 那現在就已經是真的 一個 地理的圖資了 它就已經新增出來了 那 那 要不要顯示出來 可以不用 你可以把它藏起來 它不用顯示出來 我只要拿它的範圍當遮噪就好 所以呢 這時候我再對我的Data frame按右鍵 Proven 一樣 在這個Data frame下面呢 Clip option 這邊選擇 Clip to Feature To Shape 然後Specify Shape 選我剛剛的遮噪 直接選我剛剛的遮噪 直接選我剛剛的遮噪 然後要 遮全部 或是遮可以看到 其實 對我來說 都OK啦 我可以遮看到 OK 確定 它就變這樣 它變一個 我剛剛一台的形狀 那你再回到 Layout View View Layout View 它就變成這樣 它就外面已經有個遮噪了 那這時候你可以 再去移動 你這個圖的位 或是放大縮小都可以 我自己去控制 然後再往下拉一點 那可以做這些控制 然後再往下拉一點 那等一下上面可以寫 文字 放大縮小都可以 再給你 再給你 我先去